别再闲置飘窗了 物业不准拆的飘窗 最后沦为杂物堆 那就这样做 1.飘窗延伸做转角桌 一边化妆 一边办公学习 下面留30公分好放腿 2.角落做双面柜 一面放书籍 另一面放化妆品 3.左侧做到顶收纳柜 中间留空做水吧 下做抽屉 实用美观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